对勤奋投缘的人 王永庆慷慨出钱帮助创业 对股东 王永庆也首开先例 1973年 财索以美股244块钱的 成销价位办现金增资 不料碰上石油危机 股价是一路狂跌 股东现买现套 王永庆当场承诺 会补股差额 当时美股要退回40元 总共退了4300多万元 创下了股市开盘以来的记录 但在不需要花钱的地方 王永庆却是全台湾最节省的有钱人 买我你不怕 你听着你会怕 买我破洞的人跌不住 他的洗手间 用到扫文 现在扫文你用到博力小 你不能带你手 你带你手 会记得 他在那里还要打掉 打在新的回叉 自己的地坛 他自己做地坛 用韩国草 韩国草食的 现在走久了 你现在人家开门 这边过程都走去做 过程 走久了都像臭头 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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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一大一大 不然走到的地方 浸身了 不是很差看 我走几十年了 当时你这样 怎样 他问保险 脚步 从1980年开始 旺庆始终名列富比市 全球富豪排行榜台湾的前五名 但是他的办公室才八平大 摆设都很简单 除了深色原木的办公桌 就属必贵上这三张 分别和雷真 老布希 以及邓小平的合照 最受瞩目 都是几位世界上 曾有影响力的国家领袖 更是台索集团 重要据点所及的国家 而剪不惯的王永庆 就算是喝咖啡 也不忘将奶油球 在咖啡里涮几下 一丁点都不浪费 喝咖啡的时候呢 喝茶的时候呢 它非常节俭 它说一张卫生纸呢 它可能要撕两半 它用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是留下来的 它不但用毛巾用得很久啊 我现在有这个希望 好比这个面筋纸 这个面筋纸不用破 我不丢的 这个面筋纸啊 一定是用的不能用的 丢的 否则的话 刘尾茶茶黏 刘尾茶茶黏 我觉得还是好好的 这都舍不得丢两人 他有什么 曾经是台北市高尔夫球委员会副主委的王永庆 连打小白球也能审 当他五年的卡里 从民国58年背到63年 你把他掉一颗球 他可以这个练练练练练 就是要骂了 练你半个小时你就受不了 为什么要捏 因为很简单嘛 一个球那么贵 那你这个球把球掉了 你要把它捡回来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一竿出去可能一百码 那三点半 天黑黑 青黑马 看不见 球凹一头 那九点一球 只有一百公尺 十公尺 那你怎么看到球 看不到啊 看不到怎么办 有的卡里就想办法 从口袋拿出球出来 久了以后就被王伯伯发现到了 那不是我打的球啊 我球去掉那边 怎么一直拿那个人在这里 那后来就 慢慢就 刚好也没什么敢被他球干 总是西装壁挺 出现在公开场合的王永庆 几乎没穿过浅色系的西装 原来有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 他的上围是37 腰围是31 臀围大概是38 王太太每次来的时候 他在挑的 因为王先生要的 大概都是深蓝色的衣服 所以说在花色上面 他不会去挑很明显的花色 夏天的大概三套衣服 冬天三套衣服 把旧的三套拿掉 填新的三套进去 所以说王先生会认为说 他的衣橱里面永远只有20套衣服 所以说那个量不会让他增加出来 那王先生所以说 因为说他自己本身一直没有做过衣服 他一个小舅子有一天跟我讲 他去香港 然后第二天王永庆生日吧 王伯父生日 他就买两条领带送王永庆 然后这个 王伯父问他说 啊你一条鸟大要多少钱 他说百二块 蛤?你这么多多少 我们在那里 那一条鸟大要多少钱 这条鸟四十块而已 那你百二块买得下去 那这样 这钱才会下去 后来他小舅子跟我讲 欸小舅子我跟你讲 我少收一个零 哦!如果想一千两百块 大概卖三个小时 你想想看 一个人 我想从这里带出一个观念 他什么都将去合理化 台塑他的这个优势 核心竞争力 就是在成本的控制 最著名的就是台塑 人人文之色变的午餐汇报 针对公司管理以及成本的问题 王永庆追根究底的精神 没有准备好的人 根本不敢坐下来开会吃便当 当他这一次跳到这个事情 他就一直吻下来 每一个人都不晓得 今天会不会跳到我啊 所以事先都要做很好的准备 所以这是在台塑呢 里面一种趋力 一种力量 让大家不敢懈怠 所以午餐汇报 在台塑的这个管理的机制里面 应该过去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 他的管理的特色 就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北派的武功 没有几个招式 可是这个招式 他非常的扎实 很扎实 不做虚功 就是这么简单啊 可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贯彻耶 可能嘴巴讲一讲 没有办法身体力行 完全可以给身体力行 那么身体力行 认真贯彻 落实 力量就出来了 王永庆实事求是的严格 不只用在台塑管理上 对儿女的教育也一样 聊天的时候啊 他叫他的这几个女人坐到旁边 坐到旁边听我 听我们讲话 听我们讲些什么话 这个意思就是叫做熟悉 那我们在一桌吃饭的时候 他这几个小孩跟我添饭 跟我添饭 跟我倒茶 这样子那一天 所以一点这个 龟家的小节 有钱人家的小节 气味一点都没有的 多年来 外界聚焦在王永庆 以及接班团队 其实成功企业家背后 都有家庭的支持 王永庆取有三房 大房王月兰 因为没有能够 为王家生儿育女 因此一如当时 传宗接待的社会期许 引起了二房杨娇 杨娇共生二男三女 随着子女各个在外 自行创业打牵下 后来也长期的移居美国 进入台所核心的 则是人称三娘的李宝珠 所生的四位千金 多年来 只要有王永庆的地方 几乎都看得到李宝珠的身影 只要有李宝珠在身边 其实对王永庆博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生活取迹 就已经很严满了 他们夫妻感情很好 非常好 因为李宝珠照顾他几十年 我跟他讲说 哪有一个他在每天四点钟 起来只希望给先生吃的 这个没有找不到了 当然李宝珠学历也不高 可是他的对台所人 贡献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肯学 所以他的判断 他的执行力 帮助相助 相对的帮助王永庆很大 所以李宝珠帮台所人 赚了不少钱 早期王永庆一度因为扩充太快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还是靠着李宝珠为嫁给王永庆的时候 所存的钱帮忙渡过难关 耿直的王永庆更多方 依赖李宝珠圆融的厨师手腕 李宝珠从来没有带什么 暂时加一时 什么这个正确远环 这个高的这个聚光宝珠 从来没有 就是家庭居夫 从来没有说过错话 从来没有说过不得体的话 也从来不说一句外喊话 叫别人好笑的话 从来没有过 总是一方面没有很有礼貌 一方面这个不是她自己的这个风度 所以我对于这个王太太 李宝珠我也佩服得不得了 我们家乡有句话 叫做一个床上不学两样的人 就是一个床里面一个床上面 睡的人都是同样的人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说换说我讲夫妻一定是相配的 就是有这个丈夫一定有这个妻子 有这样的妻子一定有这样的丈夫 就是天夺之火嘛 就是